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再想想看老師剛才上課前要提的是什麼 我們要做什麼 做MARTEC裡面的轉換率 轉換率要做什麼 看看我們這次行銷活動裡面的成效是怎麼樣 所以說我們現在第一步驟要做的 除了剛才前面把資料處理,整理完 轉換了yes no乘0跟1 接下來我們要去轉換做所謂的conversion rate 也就是我們中轉換率 這個41,180多位的客戶 到底有多少位是有買我們這次的商品 好,那各位來看在我們的collab上面 在執行完了之後 他有時候會把我們的一些的儲存格會隱藏起來 那各位可以按這邊可以去做展開 那這邊就會把你之前的程式馬展開 那你如果說要把所有的都展開呢 怎麼做?在這個地方 檢視畫面 這邊檢視畫面裡面有一個展開區間 你點一下,後面的所有的都會依序去做展開 或是做收合的動作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動作呢? 要去做所謂的轉換率 好,那轉換率這個變數 是我們剛才新產生出來的叫做conversion 好,也可以執行一下 它會秀出來這些的結果 那當然不可能4萬多米全部秀出來 這個點點點就是代表中間省略掉了 好,那你可以看到前面大概都是什麼? 0比較多 後面相對的yes的個數 好像相對的有比較多一些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去做 剛才做sum有沒有就可以去做加總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加總 為什麼?你看看 這個conversion這個變數裡面都是0跟1 那0加0當然就是0了 當然0加0不可能變成0至0 當然就是0 好,那1呢?1加1當然就會變成2 所以說這個sum這個sum很好用 這個變數裡面你就可以去做加總 1,1,1加起來看有多少個 好,一樣,它把你算出來有4644位 那代表什麼意思?同學 這41,188位的callout的客戶裡面有4,640位是用買 好,那一樣各位可以試試看 用我剛才最後的例子 4,4,4,1,1,8,3到4,1,1,8,8 就是這邊 1,2,3,4,5,6,這6個你可以加總是多少呢? 試試看 0,1,0,0,1,1,加總是2 好,你可以試試看 加總起來確實是2 那當然啦,請各位一定要自己去練習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決變啊 我想要去看第1筆到第6筆的總合 0,表示前六個人都沒有買 好,這邊可以去做練習,好不好? 好,那這邊有幾個指令給各位去看 這個叫做N row N是代表number的意思 Row是代表一列一列 一列一列嘛 這邊是一列兩列 不是R列二列 一列一列 那這個叫做什麼呢? 這個叫做color age這個叫做color job這個叫做color marital叫做color 藍位 藍位是直的 row是橫的 好,那這個是告訴電腦跟我講 這一個原先的資料集裡面的藍位 不是藍位 這個列 也就有幾個觀測值 41188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dimension 代表什麼意思? dimension會跟你講它的維度,對不對? 41188 22個藍位 欸,為什麼是22個藍位? 剛才是21個藍位 因為多了一個conversion的變數 還記得吧 好,接下來我們剛才算出來的 我要取第一個值出來 第一個值就是這個 第二個值就是這個 所以說其實它是一個類似一個vector 一個向量,也要存了兩個值 一個值是41188 另外一個值是22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去算囉 這什麼算呢? 你看到沒有?這個是不是就是some呢? 剛才的這一個conversion的值是多少? 4640 那這是什麼呢? 這個是我們的roll number 一共打了多少通電話 好,來印一下 那這邊都是印出來 印出來結果 那個percentage是代表對這個值 這個是代表後面這個值 所以這個值是4640筆的資料 那我們一共打出了41188通 那我們的轉換率是多少呢? 有沒有錯了? 原先這個some 除上總數 乘上百分之百 那就是percentage 那就是percentage 好,所以說我們這一次呢 成功的轉換率呢 是多少? 11.27% 請問一下這樣子的一個call out的活動 11%的轉換率 請問各位認為好還是不好? 當然好啊 各位想想看 你們平常在手機有時候的一些 廣告行銷的活動 老師常常接到銀行的 每次打電話來 江森,森林好 我是國泰,是華銀行 那我就說跟他講 對不起,我現在正在開會 對不起,我現在正在開車 砰! 就掛電話了 兩秒鐘、三秒鐘 那這樣會成交嗎? 當然不會成交 如果說他講的時候 一開始就說 江先生你好 我是什麼什麼什麼 我對於有興趣了 我就開始聽 所以說 電話行銷其實成功的比例 真的沒有那麼高 老師之前有一個學生是在遠傳的 遠傳的客服部的支撐的副軸 他有講過他們隨機的call out 成功率大概千分之三 千分之三是很低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跟各位去談的就是幾個問題了 來這邊有一個 各位看一下這邊 這邊有一個目錄 老師的這些的索引 這些的文件 這邊都有做到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去做不同因子裡面的轉換率 什麼意思? 我們用變數來看 來看看年紀裡面的轉換率是多少 那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是所謂的 Number of contact 就是聯繫的次數 你是不是打得越多通 它轉換的比例會越高 有沒有? 這有成果 好,這就是變數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之後我們所有等一下的做法都是幾乎是一樣 所以說老師只講一個兩個案例 後面就讓各位去實習了 好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有一個變數叫做 這個就是 Compain Compain 這個就是剛才講到的 它聯絡的次數了 聯絡一次、兩次、三次就來了 還是聯絡了 有一個聯絡我記得好像五十幾次 好,來,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 Deplier的功能 Deplier 老師來看一下 Deplier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了 還記得吧 這個 這個套件 DPLYR 還記得吧 如果說忘記了 老師以前有打過一個50 50 examples Deplier Deplier 還記得吧 各位可以去看看 做資料處理裡面 處理要整理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變數 好 那回來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做 資料的處理了 資料處理來 先講 我們用這個資料集 原先這個資料集 把它輸入成什麼呢 做小集 GuruBuy做小集 依據誰呢 依據這個Compain 然後這個Compain 我們把它用一個變數 叫做NumberContact 聯絡的次數 就在這裡 然後我們想要做什麼動作呢 去做小集的動作 summarize的動作 去做計算的動作 那計算的動作 有一個變數呢 就叫做TotalCount 連絡了幾次 這個變數 那我們在Deplier裡面的函數呢 我們用N function 也就是Count 就Gb 也就是代表等一下說 你聯絡了一次的人 一共有幾筆 聯絡了兩次的也有幾筆 所以說它叫做GuruBuy 我們用這個變數去做分Train 好 那接下來我們去做什麼動作呢 去做Sum的動作 Conversion Rate的動作 好 那我們去做什麼呢 去做加軸 Sum Sum 也就是同一群裡面 等一下你會看到 打一通電話的人有多少筆 各十百千萬 一萬七千六百四十二 那成功率有多少 兩千三百個人 打一通 他就買這個賬品 那轉換率是多少呢 13% 還算還不錯 好 那接下來我們去做個動作 叫做Mutate 還記得吧 Mutate是產 中文叫做突變 變種 其實也就是我們去產生一個新的欄位 那這新的欄位呢 我們取名叫做Conversion Rate 就是這個 然後這Conversion Rate大家都知道啦 好 我們原型 對不起 Conversion Rate 是我們剛才的這個 變數 我把它移動到 好 是我們這個 Number Conversion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以這個來看 就是二三零零 除上什麼呢 Total Count 也就是所有的個數 這所有的個數是誰 是這個小群裡面的個數 不是所有的 不是那四萬一千一百八十八比的資料 是這個 一萬七千多 好 除起來是不是這一個族群裡面 這個小群裡面的轉換率 好 那這邊可以看得到 所有的成果 一直到最後 達了五十六通 請問你達了五十六通 轉換率是多少 還是零 這些可能他跟他的男女朋友在講電話吧 講了那麼多次 好 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都是沒有成功的 十八次以上 好 二十三通還有 打了二十三次的還有轉換率是 其他幾乎都是沒有 所以說你是不是可以限制你的這個 call center 你講這麼多有沒有用 其實或是不是浪費了公司的資源 那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得出來 資料會說話 資料說什麼話 你才知道你行銷的時候 要打多少通 以這邊來看一下 各位看 從這邊來看 大概打十通以上幾乎已經就差不多了 你沒必要打那麼多通 你一個服務人員打那麼多通 除去到底是做什麼 對不對 好 那所以說產生出來的就是這個變數 我們把它存成叫做 conversion by number of contact 聯繫 的這個變數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前十筆秀出來給各位看 那當然了接下來就是畫圖了 好這個是剛才有數字裡面去看 13% 11% 10% 9% 那數就從這樣上 打一通的時候是13% 接下來 每況愈效 在第23%的時候 23通的時候還是有圖形 後面幾乎都沒有了 可以看到沒有 不要打那麼多 好 這個就是老師第一個問題 從上述的這一個圖形 你看到了什麼 請各位怎麼做解釋 來 自己產生一個 請你把你的回答寫在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寫一個 A N S Ans 你的回答 就在這裡 OK 好把這個第一題的回答寫在這裡 寫在你自己的 這邊裡面 好 好 那接下來老師就一樣畫葫蘆了 剛才可以去做打電話次數的 那當然可不可以去做年紀的分別 全部 一樣 我們只改成年紀就好 出來的結果就是 從17歲一直到 98歲 一樣 看前十筆的資料 接下來我們去做看 看一下這個轉換率 轉換率這邊來看到 其實從這個地方你又代表 這就是你的一個題目了 看到了什麼 請各位自己講 老師幫你們解釋一下 從這個25歲到 應該是55歲吧 這邊的轉換率都是多少 這邊是25 有沒有 以這個商品來看 應該是60歲以上的人 買的比較多 他的轉換率比較高 年紀輕的轉換率就沒有那麼高 好 這是這個圖形所代表的意思 好 那接下來就各位自行去做練習了 那這邊有一個特別要注意一個叫做CUT的指令 請各位這個指令不熟 Ctrl Copy一下 Google一下 打一個R CUT 就有很多的說明 好不好 請各位 所以 務必要自行去做練習 CUT是做連續型的變數 變成分類型的變數 那這邊做什麼動作呢 我們就把它 剛才是一歲一歲的分群 對不對 我們現在十歲分一群 從二十歲開始 二十歲以下的一群 到七十歲以下 好 那這個是表示 二十歲到三十歲 三十歲到 這個是包含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可以看出來分群裡面的觀念 六十歲跟七十歲的族群裡面 它的轉換率確實是比較高 可以到四十 那這個呢 最少的是在這個 四十歲之間 到五十歲之間的 它的轉換率呢 不到四十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用其他的因子 這個是婚姻狀況的 你們可以 我們這次就用Pi 圓形圖 圓形圖老師解釋一下 是用圓筆圖 是用圓筆圖 圓筆圖 好那當然我們來看 藉由所謂的教育程度 education 好這邊也可以看出來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這邊最好的是什麼呢 這邊來看到這個是什麼 All University 以這個地方來看到 就是大概受到高等教育的人 買這個商品的比例 比較多 好那先到一個段落 等一下我們來接下來講到 最重要的一個變數 叫做Duration 答了幾秒 答了幾久 多久 啊 而且 呃 說